本视频由阿坚独家打伞播出 记得数值商量哦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亮话房车 我是房车体验师小叶 相信今年房车员对一大通行发布的V90都有一个感受 对,就是高大上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虽然大家都知道V80确实很丑 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改变就知道了 可V90站在一起更加突出 V90是V80的高端车型 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但是从V90的外观来说 确实是下了很多心血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好看 继承了大通家族风格 使它看起来尤为霸气 长得好看还得不到房车员的青睐 配置最重要 要是平平无奇 还不如去隔壁找Ocean 在上一次北京房车展里 小编我就说过 下半年和明年就是V90大厦四番的时候 原因也在它的配置上 什么窗窝冷震压 博士9.3 紧直机动 车道便利预警 自适应定速行航 胎压检测 导车雷达影像 智能瓦联支柱系统 智能辅助驾驶 6个安全气囊 不要时机又可启动 发动机智能启停 转车1D大等 6.5千银总质量 自动刹车辅助 前方转预警 车道便利预警 变道辅助 盲区监测 发动机场自动跃离 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看看自家的小汽车 是否有这类型的配置 V90在配置上分分钟都高于很多十家车 为了做这一次房车底盘对比的节目 我收集了很多官方的资料和网络资料 都是针对最新款的 可以用于C型房车的底盘 在收集资料和数据的过程中 有很多错误的信息可多配置版本 我也无法保证是不是绝对正确 如果有朋友发现有错误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指出错误的地方 同时也别忘记了点击关注哦 参与这次对比的是 大通V80 Plus 伊维克Ocean 2020款 进口伊维克New Daily 2020款 福特新时代全顺 东风一风和菲亚特杜卡托 而皮卡轻卡和图越欧不再对比之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V90对比搭载了 同样都是上期派发动机的V80 Plus 别的不看我们直接看发动机的参数 就能够看得出来 就算是同样搭载了上期最新的柴油发动机 最好的都是留给大儿子V90 大通最被人诟病的就是AMT变速线 V90就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AT自动波 也有力的对抗Ocean的攻击 前至后驱的版本也为大通在青刻上增加了竞争力 后悬挂方面就是V80略胜 因为有后期加装的减震气囊 减震效果好很多 不过麻烦的就是 免省前还需要变更悬挂 安全配置方面就要甩开小地V80几条街 安全气囊最多有6个 ABS ESP都是博士9.3 还有自动刹车辅助 偏离车道预警 12级别智能辅助驾驶 前碰撞预警 自适应定速巡航 前后都有4个雷达 6.5吨牵引总质量 发动机舱自动灭火器 舒适性上也要力压V80 发动机启停无钥匙进入可启动 自动大灯 自动雨刮 都为V90提高声段加了很多分数 后双人也是V80没有的配置 V90专用底盘还有底置7.2千瓦时 48V 150A的大电池 可惜根据内部人员称 只有原厂大通房车配置 消息准不准大家就自行争绝 得风方面V90是1477 V80是1113 V90胜出 要是拥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选择V90还是V80 抛开上面所说的配置和颜值之外 我还是选择V90 原因很简单 统一最大的敌人大家都知道是康师傅 那么V90最大的敌人是谁 没错就是伊维克欧胜 通过2019年的房车长就能够看得出来 欧胜几乎占据房车市场 V80被逼退居右门值的房车底盘 可是V90的推出 预计在2020年的国内房车底盘市场就不一样了 通过对比符合房车底盘的配置 V90应该低于欧胜的供过价 发动机方面V90率先是国六排放 2.0双涡轮增压 输出参数略升一欧胜油耗也要少 就可以看得出来 V90用小排量击败了大排量的欧胜 而变速先自保油箱方面就是欧胜胜出不少 Ocean拥有原厂后悬挂减震气囊可以选配 可惜不能够调节高度 V90却没有减震气囊 安全配置方面还是V90全面压制 比Ocean多了四个安全气囊 更高的ABS可ESP L2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 前碰撞预警 变道辅助 环区监测 前后各有四个雷达 自适应定速巡航 上坡辅助 无钥匙启动 无钥匙进入 自动大灯 自动雨刮 蜘蛛远程 7.2千瓦时电池 6.5吨牵引总质量 发动机舱 自动灭火器 这些都是Ocean没有的 Ocean只在自动空调 有四驱版本 可150A双发电机得了一点分数 至于V90是不是有双发电机 小编查不到 无法确认 没有说的配置 V90和Ocean都差不多 得分方面 V90是1477 Ocean是1208 V90胜出 V90连长连胜 不如对比一下进口伊维克 New Daily吧 底盘大概售价方面 买一台New Daily 再加一点钱 就可以买两台V90 这么高的售价 也体现在发动机的参数方面 New Daily用的是 3.0T可变涡轮 功率 马率 扭矩 8AT变速线 都力压V90 真不愧是全球获奖的 柴油发动机 后悬挂减证还有气囊高度可调节 减证的舒适性真心提高了很多 国外自保是5年10万公里 不知道国内自保多少 安全配置方面 V90旨在安全气囊 博士9.3 智能辅助驾驶 变道辅助 盲区监测 发动机启停 无钥匙进入启动 蜘蛛远程 7.2千瓦时电池 发动机舱自动灭火器 这些可以拿得出手 而New Daily就有自动空调 四驱版本 空气悬挂座椅 210A双发电机 电子手刹 手机无线充电 跟车辅助 缓坡自动 缓键控制 车道主动保持辅助 驱动防滑 拖车摇摆控制都为它加持了很多分数 V90得分1477 New Daily得分1675 New Daily胜出 国内还有小众的房车底盘 分别是福特新时代传顺 拥有超高的保值率 超低的最大扭矩转速 最简陋的配置 可东风玉风拥有的3200转 就能够爆发出最大功率的 原装日常发动机之外 其实就是1999年就研发资金的发动机 就没有可以可V90相提并论的资本 这一轮V90得分1477 全胜得分821 玉风得分885 V90胜出 在国际的房车市场里 菲亚特杜卡托都是主流的房车底盘 怎么能不拿出来对比一下呢 但是杜卡托极少的房车进口到国内 配置参数极度缺乏 上国外查询奈何英文养花缭乱 很多数据都是缺失的 就凑合的对比吧 杜卡托在油耗 油箱 市区版本 广泼自动控制 负载自适应控制 测方缓降和斜坡保持器之外 还是V90全面胜出 V90得分1477 杜卡托得分1087 V90胜出 其实杜卡托底盘是公认的专业房车底盘 这么好的东西为何不国产化呢 小编偷偷告诉你们 伊维克是菲亚特的子公司 你们懂的 好了 对比了一圈下来 分数表是这样子的 排名第一的是New Daily 也是价格最高的 有钱买买买 第二名是最新上市的V90 第三名是抢了V80饭碗的Ocean 第四名是被Ocean打下来的V80 第五名是不确定分数的杜卡托 第六名是最不保值的玉峰 第七名是最低配的纯顺 如果我们抛开外国货的干扰 第一名就是V90莫属了 这也是小编我敢说 下半年和明年是V90大厦四方的时候 这和2018年Ocean挤下V80的历史重蹈 2020年大通用V90也要挤下Ocean一样 到时候伊维克会不会在2022年国产 New Daily来回击呢 我们心目以待吧 以上得分标准不是主流 而且不讨论颜值口碑和保养等问题 只说配置参数方面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喜欢四驱版本的会说大同可全顺一文不值 钟爱进口的会看不起国产的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和见解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讨论 说出你们的观点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 请继续关注量化房车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哦 或者也可以关注我 在未来的节目里会推出动态测评房车和配件装备的原创视频 如果你能够提供资源或者是任何的合作投资意向 请联系我 量化房车等着你哦 我们下期见